也先是不約而同的都在夜市造勢 而蔡英文的掃街車隊呢 則是一路掃到了藍軍的鐵票區 新竹跟苗嶺 打出客家妹做總統的旗號 又爭取客家鄉親的支持 新竹東門城掃三遍 支持者圍著圓環揮舞客家妹 做總統的旗幟 力挺蔡英文 小英旋風掃過傳統藍營鐵票區 身上的客家色彩 能不能鬆動國民黨基層 大反攻呢 蔡英文竖起大拇指 暗示客家選情還OK 在新竹市負責操盤的柯建民 也嬸生樂觀 每一場的人數 都是超過歷史上的紀錄 那所有人都動起來 包括新竹市的新民意 武黨局議員 也十幾個都站出來 所以新竹我們相當有保握 我們會贏 綠軍堅信竹苗選票不會太差 蔡英文一整天從苗栗到新竹 說到支持者真的不少 但站出來的 畢竟只是少部分的選民 能不能在客家縣市開紅盤 蔡英文繼續衝刺 週末期環見綠橋人數小組 新竹唱歌到 講到衝刺 就是要堅持到底 新民黨總統候選人 宋楚瑜